用真理打破我执地狱 三个道打破了 所以他的习葬代表三法印 四圣替八正道十二英言 中道十相 所以要叫习葬 出家人要拿着这个真理的习葬 那唯有真理的法 才可以打破地狱 无间地狱 然后左手满他的愿 愿众生 愿升天的升天 愿有福报的福报 那你念地藏经的时候 你要观想 你变成地藏菩萨 那念地藏经的时候 变成说地藏王菩萨 透过你的嘴巴在说法 所以记住 当你念地藏经的时候 是谁在念地藏经 地藏菩萨不是你 记住这个观念 那个时候你的舌头 变地藏菩萨 为什么说念经功德很大 如果你为了利益众生 你的舌头就变成 那个佛菩萨的舌头 你的声音就变成佛菩萨的声音 当你在念 不是你在念 是观音菩萨在念 当你有悲心在念 看着对方的时候 你的眼睛变观音菩萨的眼睛 在看的众生苦 在听的众生苦 你的手变观音菩萨的手 想要去帮助众生 你的心最重要 变成观音菩萨的心 那你要这样的去念 观音菩萨 念 你要一直这样练习 所以你会念得不想打瞌睡 念得不想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一直在帮助别人 所以我很喜欢坐飞机 我在飞机上我就会一直念 坐了一个钟头的观音菩萨 坐了一个钟头的地藏菩萨 坐了一个钟头的奥弥陀佛 因为时间有 然后 那地藏菩萨在做什么 那观音菩萨在做什么 那我们就在做这个事情 而且不是用古时候的方法 各位 现今的时代要有 现今时代的方法去度众生 去救苦救难 所以你边念的时候 要边想 但是这个经典是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叫我们怎么去救众生 然后再加上现今时代 这个叫方便 方便波罗蜜 以现在的方法 加上地藏王菩萨的本愿 这个动机 那怎么去帮助众生 而不是说 我把地藏菩萨念了一千遍 但是你没有在做地藏王菩萨的行为 那好可惜 我念阿弥陀佛 你念十万遍 每天念十万遍 但是你没有跟阿弥陀佛念下 同心 同愿 同行 这个最重要 一心念佛是我们整个生命叫身口意 变成阿弥陀佛 以阿弥陀佛的身口意去帮助众生 所以我们在往生排位面前念地藏经 那我们假设有一百个人 就有一百尊的地藏王菩萨在救度他们 怎么可能救不起来 这个就是他们隔西在上面修仪轨 修仪轨就是菩提心的戒律 现在在修药师佛 所以他们三位 然后在观想后面三千八百位 都变成药师佛 等一下修绿度母的消灾 他们就变成绿度母 然后从供养绿度母 观想绿度母变成绿度母 然后以绿度母的悲愿去帮助别人 最后回向 所以这个佛教的仪轨很重要 所以你念大悲咒 你要变成观世音菩萨 你念地藏经 那各位 如果你这样去念 那就叫地藏三昧 那你那个时候 你读地藏经 你会觉得 太殊胜了 太有感应了 但是也不能偏 不能说 那我读地藏经 其他都不要读 错了 今天碰到某人 你要念药师经 碰到这个事情 你要念阿弥陀经 碰到那个事情 你要念金刚经 特别各位现在在 我们刚刚讲了 思维空性 不舍众生 你才不会魔障 那为了如此 各位一定要多读心经 金刚经 六祖坛经 按照缘起信空 去分析世间的一切 布罗布罗蜜 所以这个布罗布罗蜜 那你要得到这个智慧 你必须有禅定做基础 禅定布罗蜜 那你要能够入定 有智慧 能够断烦恼 利益众生 那你要慈戒做基础 慈戒是什么 在大乘佛教 念一下 布施 慈戒 忍辱 精进 这合起来呢 叫慈戒 我们叫戒定慧 所以菩萨道 你看到众生苦 你不帮助他犯戒 所以你要布施 众生伤害你 你反击生气 那你不行 所以你要慈戒 叫忍辱布罗蜜 而且你要很努力的 不退转的去度众生 所以叫精进布罗蜜 所以 而且你要守各种的戒律 连帮度众生 对你来讲也是戒律 念一下 愿断一切恶 愿修一切善 适度一切众生 那这个就是菩萨的戒律 你要断恶 修善 广度众生 而且呢 那你能够有这个戒 而且你要修禅定 这个禅定是什么意思 不是光打坐 念一下 大悲不退转 大悲无量 所以各位你在家里 念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那你这个是在修禅定 不是念声音 而是你要变成 念一个地藏菩萨 变成一个地藏王菩萨的化身 去帮众生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就是你要开始帮忙 帮忙那家店 帮忙那个人 帮忙那个医院 你只要走过的 再念一次 不舍众生 等一下各位下课 从这边 走到你坐车的地方 会碰到法国人 会碰到土耳其人 会碰到黑人 会碰到华人 会碰到日本店 会碰到韩国店 你都要回想给他们 你不能说跟我无关 反正我是华人 我不要走到韩国店去 我是佛教徒 不要走到基督教堂去 那你就舍弃众生 你舍弃众生 等一下你肚子可能就不舒服了 魔就来找你 你会魔障 因为你发愿要度众生的 你发愿要学地藏菩萨 所以你就不能舍弃他 所以你一路走过去 碰到所有人事物都跟你有关系 就像你在路边走 看到你的祖母 你一定会跑过去的 对不对 你看到你的小baby在那边 你赶快过去了 怕他跌倒 那你要对每一个人 都生起这个责任 感受到他的苦 对他的悲心跟承担 在他身上发愿 那这样忙不忙 那可忙了 所以佛陀说 坐着念佛跟行走念佛 行走念佛的工作 超过于坐着念佛百千万倍 这行走意思 就是你要在六道里面去走动 你要走入人群 走入道场 走入医院 走入屠宅场 走入受苦的地方 去念佛 因为你不能舍弃众生 你要把佛号布施给对方 那我想各位来到巴黎 这是一个汇集世界各国的 很多人潮 观光人潮 所以你就要跑到人最多的地方 不要带钱 反正人家不会 就不会讲 然后在那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人家在那边拿个标语 你就拿这一支全部人就会看你了 对不对 你要做观音菩萨 一边还喷水 我真想做那个香烟 变成我们的烟共香 现在还有那个什么 吸烟就 对不对 那你就到人很多的地方 在那边念佛 事实上 你用观想也可以 如果你 你不敢这样做 你坐在那边就 我变成地藏菩萨 我拿着西藏 所以我的意思是 各位你要这样扮演自己 你念大悲咒 你要观想 你变成大悲观音菩萨 每一支手拿着满众生医院的各种需要 然后呢 一千个眼睛 一千四在忙着帮助他们 不管你是哪一国人 高矮胖瘦 大人小孩 我都在帮助你 因为你在念大悲咒 大悲咒是要去救他 不可能说 一个医生手上拿着针 拿着手术刀 念大悲咒 我才不帮你开刀 帮他开刀是一生该做的 那是要有大悲咒的心 这样子 然后有观音菩萨的语言 安慰他 对不对 有大悲观音菩萨的行为 真实解除他身上的痛苦 好 所以我们来念一下 甘露诗诗衣鬼 各位拿一下课颂本 请先翻到102页 我特别要各位翻到这边 是因为 各位一定要 至少每个月两天 的早上 你在特别是初一十五 拜完佛以后 把这24护法诸天 名字念一遍就好了 然后 你就做一些供养 花水果 那护法诸天呢 它就是在帮助所有的人 人 因为他答应佛陀了 只要有人在修正法 是三宝弟子 想要帮助众生 护法诸天 有那个责任来帮助你 比如说你口才不好 你礼拜大便才天 他会让你会讲话 怎么去做生意 比如说你钱不够 然后大功得天 他就负责拿钱来帮助你 所以 第一个叫大饭天 就是各位在看的上帝 四大天王 叫大饭天 第二个 第四天 玉皇大帝 后面就是四大天王 那特别多文天王 叫财宝天王 你只要有在念经 他一定想办法 让你有福报 不缺钱 你好好念 千万不要念念 我要去上班 你最好不要上班 天天念 因为他给你钱 意思吗 所以各位 你不要太怕 没钱怎么办 天上的一块小泥土 整个地球所有黄金 像佛教有一位西瓦里尊者 泰国人缅甸人很喜欢拜 他走到哪里 所有的天神 都把天上的黄金珠宝 食物天天供养他 所以泰国人 他们一定有一尊 站着那个雨伞 叫福德地义西瓦里 这是因为他过去 是帮助穷人 供养三宝 所以护法诸天 知道他福报很大 护法诸天 故意要去供养他 因为护法诸天 供养他 护法诸天会升更高的天 会很有福报 所以各位 如果你今天 你有受戒律 你把它收好 每一个戒律 都有很多护法 如果你是发愿 进未来去成佛 不杀身 哇 那个护法太多了 你本来要开刀了 都可以过关 你本来要怎么样 都可以过关 因为 因为你已经决心 从今天一直到成佛 不杀身 对不对 各位还在救护生命 等等 所以这24护法诸天 譬如第七个 日公天王 太阳 那天我们去火墓区 昨天是吧 哇 那个太阳 好美啊 如果他们有相片给你看 太阳宫 叫日宫天王 那再来月宫天王 每个月十五 各位最好拿一枝香 一朵花 点一个灯 供养 月宫天王 他负责不生病 老人平安 小孩子 就属于柔软面的那边 叫月宫天王 他们有责任的 他们有责任的 金刚秘笈 他动作很快 像隐形人一样 保护你 摩西所罗天 那是最高的 我们叫阿拉 印度教教 印度教教 斯波神 摩西所罗天 是最高的 最高的 所以 他认为他最高 他叫唯一真神 摩西所罗 所以是第二十四天的天地 所以他也叫什么 破坏神 破坏神 他力量很大 那后面 扇子大将 他也是在 用他的 就像亨哈厄将 这样 守护三宝 大便才天 女孩子要长得漂亮 声音好听 所以他也叫美云天 像好庄严 口才好 讲话好听 大便才天 唯陀天将 各位知道 监牢地神 各位也要拜 地藏王菩萨最大的护法 整个地球 土地世界 也是他管的 所以 监牢地神 也有一个修法 但是你现在不会修法 没关系 他们说 只要你尊敬我 不是归于他 尊敬他 供养他 但是这些护法 他不会主动找你 但是只要你找他 这是他发的愿 现在我要买一个土地 现在要盖大房子 监牢地神 加持 我现在要卖一个房子 监牢地神 加持 菩提树神 各位都知道菩提树 所以斯里兰卡人都会拜 欢喜母 这个跟各位有关系 念一下 照顾胎儿 照顾女人 消除病苦 如果你生小孩子 台湾人这个叫床母 让小孩子在这个床上 不会受伤 死亡 跌倒 照顾小孩 照顾到16岁 也叫鬼子母 欢喜母神 再来 欢喜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 助身娘娘 她皮肤永远像粉红色的 16岁一样 她永远不会老 所以女人要漂亮 要多拜一下 欢喜母 然后呢 生病 你家里有老人生病 那你要 特别是三宝弟子 你要在初一 十五 或者生病的时候 中午哪一碗饭 素食的